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外观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如下几个课时进行学习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外观模式的概念解读 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下外观模式的作用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最后呢我们来用代码实战的方式以及总结一下外观模式 外观模式呢又叫门面模式 在整个一个我们的开发中它的比例占得非常重 而且呢在我们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使用了外观模式 那么下节课呢我们将从具体的应用和概念的解读 来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外观模式 外观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分为如下两个方式对外观模式的概念进行解读 首先呢我们来用文字的方式解读一下外观模式 然后我们再用凝物化的方式对外观模式进行一个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字化的方式来解读外观模式 那么外观模式呢为子系统中的一组接口 提供了一个一致的界面 此模块定义了一个高层接口 这个接口使得这一子系统更加容易调用 那么呢外观模式不仅简化类中的接口 而且对接口与调用者也进行了解误 外观模式经常被开发者必备 他可以将一些复杂的操作封装起来 并创建一个简单的接口用于调用 这句话呢看起来非常的晦涩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一段大白话进行解释的话 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大门 那么这一户人家呢是一个产粮大户 或者说呢他是一个地主 那么每年呢他把粮食收了之后 他这个时候想发了善心 那么他也给人们发一些馒头 那么OK 那么他里边呢要把这些粮食打碎 然后要磨成面要蒸馒头 然后呢到了一定时间 他把大门敞开给大家分馒头 我们呢整个这一户人家 这一个富豪人家 那么他就是一个门面模式 他呢我们只通过这个门跟人家交互 人家给我们发馒头出来 但是具体里边馒头是怎么蒸的 以及这个粮食是怎么打成面的 那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呢 同学们要记住一点外观模式 他为里边的这一些子系统 他提供了一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就是一个大门 那么此模块呢定义了一个高层的接口 这个高层的接口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这个外边非常漂亮 那么并不需要我们去care里边做了什么 这个接口使得这一子系统更加的容易使用 那么我们这个子系统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快的拿到馒头 而不用担心里边是怎么生产馒头 外观模式不仅简化了类中的接口 而且对接口与断用者之间进行了结偶 那么正常来说 我们拿馒头应该去找到火房那个人去取馒头 但是呢 现在这个门面 那么有管家他把馒头直接给我们送出来 外观模式经常被开发者必备 他可以讲一些复杂的操作封装起来 并创建一个简单的接口用于调用 那么最后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直接可以能拿到馒头 那么呢 不需要呢 去跟里边啊 做一些相应的一个称呼了 比如说老爷给点吃的吧 那么我们不需要这个 直接拿馒头走就可以了 好 那来看一下我们这张图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刚才老师给大家解释的 这样一个拟物化的解读 那么这一个大户人家里边呢 好 到点了 那么他把门一拉 那么这个扶子一拉 馒头出来 我们呢 拿到馒头 然后我看一下 这里边呢 我们整个一个大院 这个都被高墙围住了 那么呢 我们也不需要知道里边做了什么 那么这个外观模式呢 其实呢 无形的已经被我们开发中所使用了 它有几个阶段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从各个阶段 看一下这个外观模式 有哪些优点跟缺点 这节课 我们就把外观模式的概念解读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同学们 在学习一些复杂应用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一些这种 晦涩的计算机语言所迷惑 那么你要把它能转化到 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进而更加的去理解它 然后应用到你的项目里 那么这个支点就永远的被你所理解和记住 把外观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哪些作用呢 那么外观模式呢 它有几个这样的作用 首先呢 我们从项目的开发阶段进行描述 在我们设计初期的时候 应该有意识地讲不同的两个层分开 比如经典的一个三层结构 为什么这个要分层 跟外观模式是有关系呢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系统的架构分为数据层 Model 那么BRL逻辑处理层 还有DL这种相应的封装数据库 ODBC这样的等等 这样插入等等操作这样的层时候呢 那么这几个层 我们在这种切换的时候 每个层之间呢 是相互没有往来的 那么当我们想去通信的时候 我们只提供给他这样一个门 那么里边具体的信息呢 是你不需要知道的 比如说如何跟数据库进行了连接 那么如何来执行了这样的增判改查 那么对于你业务逻辑的层来说 那么你是不需要知道的 那么对于Model层来说呢 你只要封装好这个跟数据库相应的映射接口 那么我这一个DL层拿到这个数据接口 那么就可以相应的进行一个数据的增判改查 那么有同学可能没有进行过三层架构的开发 那么但是呢 你要知道这个其实就是隔离出三个层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两个层的话 比如说上节课我们的馒头的例子 地主家有一个门用来发馒头 那么在你离开你家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你家的门打开 然后呢出去迎接人家这个馒头 那么你家的门跟地主家的两个门 在你刚开始设计的初期的时候 就应该把这两家人分开 而不是说所有人全都住到一个院子里 那么这个时候就分不清到底是这个富豪家做善事 还是呢你是本身的一个这个我们需要粮食的人 好那在这个开发阶段呢 子系统往往因为不断的重构演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朋友们都知道在我们开发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系统分成了三块 那么这个三块还可以通信 你这里边的子系统呢 不断的进行演化 业务越来复杂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增加这个外观模式 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 减少他们之间的依赖 那么这个其实呢 你还是上节课我们说这个例子 你把这个接口对应的例子呢 封装成这样一个一小个一小个这样的一个接口 那么你自己里边去处理这些业务逻辑 不要让人家这个门跟门之间的挨上 以及门跟门之间挨太紧 那么比如说这三条门之间都隔了这样一条街 然后每个街上有个天桥 那么你又可以通信 又可以把自家的事 然后自家去处理 然后呢自扫门前选 那么这个就是在开发阶段 无论说以后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说你家里呢 有越来越大的这个院子 比如说我们地主家粮食越来越多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相样的一个管事的 或者说后那个后火房啊 以及各方面人越来越多 但是呢 它永远是一个围绕在我自己门内的东西 我有一个这样的小天桥 可以过去给你送粮食 那么这个就是在开发阶段 那么在维护阶段 大家都比较通透 那么如果说有经验的开发同学呢 那么最头痛的就是 如何来维护一个这种大型系统 我们都知道大型系统呢 每个人写代码都有自己的习惯 那么它可能会留下来一些 这样的相应的小接口 那么如果说我们呢 把这些东西啊 老的类 那么再跟新的类这样的参与到一起 那么将来更加难维护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为系统开发一个小的外观的类 为设计粗糙和高度复杂的一流代码 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接口 因为你肯定要去熟悉人家老代码 那么当你熟悉完了呢 要给后人造福 你把这些接口统一的封装起来 然后呢 让新系统和我们这个门面对象进行交互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既能把这些老的对象去抽练出来 又能对你的新接口留下一个文档 那么其实呢 整个一个外观模式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外观模式被开发者连续使用时 会产生一定的性能问题 因为每次在调用的时候 都需要检测功能的可用性 什么意思啊同学们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外观模式的时候 使用时会有一定的性能问题 那比如说刚才老师说了 你想要馒头 那么你直接去找火房拿就行了 现在你通过去要敲门 然后找到人家这个管家 说馒头做好了吗 什么时候能有啊 然后今年还发馒头吗 那么你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询问 然后呢 管家去跑到火房 去看一下馒头是否OK 如果OK了 那么开始发馒头 如果不OK呢 他还要去敦促火房 说你赶紧去做馒头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性能开销 那么我们在抽象这种老式接口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有这样的变化 你把人抽象出来 但是里面不可用 那么你需要对这个结果去负责的 因此每次在调用的时候呢 都需要检测功能到底是否可用 那么你才能提供这样一个外观模式 同学们呢 讲到了这里 应该清晰地知道 外观模式一个应用场景 和相应的这个注意事项了 其实在我们的开发里面呢 我们在拥有Object 封装Faction的时候呢 已经算是用了一点点外观模式 只不过是呢 我们没有把外观模式里面的方法精组合 那么有同学说老师看了 已经实解设计模式了 那么对于这个设计模式呢 觉得好多设计模式都一样 那么其实呢 他们之间是有这种微妙的变化关系 那么大家一定要把它应用到实际的开发中 然后细细地去体会 每种设计模式到底跟上一种设计模式 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然后用之无形才能把设计模式发挥到一个最大的威力 外观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首先呢 我们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老师就不需要再进这个 index.atml这样文件了 因为迈关模式呢 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在这里边呢 直接起这样一个外观.js 那么其实人家这个外观模式 大家要专业一点啊 大家来看我们这个PPT 那么老师呢 刚才呢 上几课的时候 也介绍了这个外观模式 对应的这样一个英文 那么就是我们 这个要创建这样一个外观类 那face it 那么这个呢 大家把它创建好了之后呢 才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外观 好 那这里边呢 老师啊 也给大家直接创建一个这样的英文的吧 OK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拽到我们这个sublamp边来 那么其实这个外观模式啊 比较简单 老师啊 这里直接建一个这样的富豪 OK 那么富豪家呢 老师刚才说了 那么人家富豪家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粮食 这个舵 那么还有一个这种火房 那么火房是干嘛呢 它是用来产出馒头 OK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直接让它return馒头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当前这样一个函数啊 就是匿名的 那么同学们想想 做馒头要怎么样 要有这个生产粮食 或者说呢 我们给这个当前这样的 要有处理粮食剁的一个人 那我们在这里边就是 给他处理粮食 好 我们就起个大白字啊 为了让大家能清晰的理解设计模式啊 老师也是够拼了啊 而起这个模式呢 希望大家能很好的去理解设计模式 那么人家这个里边 产出粮食干嘛呢 他要产出面粉 OK 那么现在富豪家需要产馒头了 富豪家点馒头 那么他是不是需要 先怎么样 先去执行处理面粉 然后再交给火房啊 那么我们就等一个faction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门面 首先呢 他要执行谁啊 这次点处理粮食 OK 然后他拿到了这个粮食之后呢 再交给这个火房 那么这样呢 我们才把这个 最终的一个馒头 给人家送出去 OK 好 这样呢 富豪家的馒头就已经OK了 那么富豪呢 现在这里边可以开门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门 那我们这个门直接干嘛呢 直接return我们这个 这是点什么馒头 OK 那么整个一个门面模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跟我们上几课所说的各种概念 已经完全的融合到一起了 首先呢 他封装了这里边复杂一些操作 那么对外来说 我们想拿到馒头 就是人们呢 人们想拿到馒头 那么第一个小需要做的就是什么 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让系统产生馒头 OK 那么你产生馒头了之后呢 我们才能给你对我对应的 想要的这样的一些内部的逻辑 OK 那把这个用我们这种大白话解释了 大家看一下stop.js 这样一个 比如说现在我们想阻止这个事件的冒泡 跟什么呀 默认行为 那么我们把这个封装成一个什么门面 我们这个stop.event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门面 那么他里边呢 处理了这些复杂的一个操作 那么他本身呢 就是生产出一个门面 好 老师给大家注视写全了 然后把这个代码呢 放给大家 本身就是生产门面 对于我们来说 阻止一个默认的事件 以及相样的一个行为呢 那么我们不需要给他进行其他的一些操作 我们也不需要知道里面干了什么 我们只需要在知道的时候呢 想需要用 它是我们传给事件一个e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给一个按钮 我们把一个a 绑定上一个这样的一个click 然后我们传递一个faction OK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想不想让他冒泡了 也想把他默认事件阻止了 我们怎么样 stop.event.e OK 那么这个就像谁呀 这个点击事件 就是我们要粮食的普通农民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富豪 我们把这个事件传过去 富豪经过一系列生产 然后呢 把我们想要的事 给我们终结了 那么这节课呢 老师就把这个门面模式 给大家讲到了这里 那么这个门面模式呢 还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其实真正的运用到你系统里边 需要你进行很多思考 好 那我们就像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